有很多细细的小铃铛发现 无关笔带的 细细小树心姐姐都把我画上去了 那当然得也立马画上了 今天就一起来试试看吧 它一共有两种颜色 因为我的新书包是紫的嘛 所以就先用紫色的啦 上面的小图案也是我经常用的东西哦 而且容量不是一般的的 它一共有三层拉链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层 里面有一块角角乐橡皮 它的特点呢是不太容易擦拓行 还有一个我自己改造过的旧纸袋 这个配色 嘿嘿 你们懂的 第二层 这里面放的是尺和铅心 其实呢我们把它这样打开 这里可以放一些最常用的笔 我很喜欢这个小保护袋的设计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里放了铅笔 也不会把其他地方弄脏 这几只笔老粉人应该经常看到 都很好用哦 这两个卡槽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我的小卡 这个卡片每个笔带都会送一张哦 后面都是我想对大家说的话 而且款式还不一样 第二个口袋也很特别 是妈妈给我做的孤卡 最后一个拉链袋 我告诉你们这个超级超级能装 这几只都是中性笔 这两只是可擦的 这边呢蓝色是用来写作业的 彩色是用来记笔记的 这只呢是上次和小铃的范范姐姐 去买文具的时候 她帮我调的活动圈 这个嘿嘿 你们还没看到过吧 也是小学生姐姐帮我设计的小刻刀哟 小小一只好好用哦 最后几只呢都是荧光笔 这只上次跟你们分享过了 这下四只是我上次去学校园维会的时候换到的 这些颜色呢都蛮清新的 但是不能太用力的句话 不然可能会请求 如果是自己买的话就不太推荐 这就是我笔家里的所有东西啦 过几天我要带她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嗯到底是哪里呢 到底再告诉你们哦